关键人物美国半导体协会执行长纽佛 来到台湾了 特别来见识台积电董长刘德英 就是因为晶片法案实行细则引发了反弹而来 因为刘德英董事长呢 当初对这个美国的晶片法案的补助细则有意见 是否会影响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计划 纽佛大老远从华盛顿飞了1万多公里来到台湾 知情人士透露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替 替相关人士传达意见 那么同时呢会对美国政府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在这边我补充一下好不好 回顾一下刘德英董长呢 他反弹提出台积电没有办法接受 美国的这两大补助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美方新提出对有意申请到 美国建厂补助的企业要求 第一个超额利润分润 第二个提供新设厂区营业的秘密资讯 看到这边纽佛来了 他是美国半导体协会执行长 我还是进行叫蔡正元委员 对那这次来了 大家关注说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或是进展或是调整吗 美国半导体协会说难听一点 就是拜登政府的白手套 就是叫他来这报备先探探口气 因为最近台积电股价不理想 台积电的营业衰退 所以刘德英也好 魏泽家也好 他们曾记了张忠谋的这个余英 已经被所有的分析师 就觉得你们不如张忠谋 你知道吗 对一个所谓的接班人 被指责说你不如你的前任的 他压力有多大 在碰上他现在 在自己信冲冲 其实不是张忠谋决定了 美国给了压力 他们两个就做决定 要把台积电的高端场所在那边 不只如此来加码 我们的印象很深刻 无奈米变三奈米 然后投资金额加了一倍多 就是刘德英跟魏泽家干出来的 那他们两个已经 已经被认为不如张忠谋了 又这是决定要他们做了 又是张忠谋反对的一个决策 结果美国六帅说 我本来给你150亿的 不算数 我只是先借你 我要分回来 你赚钱要分回来 而且你说的营业秘密要给我 这样我才知道你真赚钱假赚钱 搞不好你把假赚钱 输送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等于是到底这个台积电的工厂 还是美国 这个拜登政府的附属企业国营企业 已经搞不清楚了 那如果这个金片法案台积电在接受的话 我跟各位报告台积股票再跌一波 再跌一波 这两天已经跌惨了嘛 对 所以刘德英跟魏哲家接下来就会被指了 你是不试任当当中摩羯班人 一定会被迫下台 所以你看他的压力有多大 那现在他只是说 到底要不要接 其实我不想讲他们两个 有股气一点 台积电不差这50亿150亿 台湾的银行系统借你好不好 蔡英文你在哪里 这个时候都没声音了是吧 完美话 你就很简单啊 那个什么 你不是会把那个 就会安定基金三千万都拨给那个谁啊 拨给那个高雄去办那什么无聊的活动啊 拿出来就借给台积电 就直接用借了 台积电不缺这个钱 对 干嘛要跟美国要那点钱啊 而且要的这个 说来卑躬屈膝啊 有股气一点 虽然这个隐区很讨人厌 不过人家至少作为政治人物出来帮三星讲话 帮海律师讲话 你这样不行啊 这个声音我不做我不盖场 三星到现在还没盖场了 讲说要盖还没盖啊 为什么 他说我们条件先谈好啊 白纸黑字看到我才要盖啊 那像刘德英跟魏哲家这两个人啊 白纸黑字都没有 只凭拜登政府这样随便几个人讲一讲 就净中中跑去盖场了 你看到天 惨啊 现在上当了 场也盖了 人也去了啊 不是嘛 我们的政府也没帮啊 人家有底气是因为人家有政府啊 是啊 是不是 人家总统出来帮啊 人家有总统有政府 他们还有个总理 那像我们那行政院长不知道干什么 整天在跟立法院斗那无聊的嘴 你不会去帮台积电瞧瞧嘛 有股气一点 如果说美国不给的话 整个工厂撤回来 就该在高雄有的甘心 有说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蔡英文为了拍美国的马屁 一定有施压叫台积电去盖场 不然台积电不可能那么热衷了 自己没事干啊 你的创办人就明白讲说 去那边不会赚钱啊 不会赚钱的施压我们去盖 我要你配合你的地缘政治 弄个老半天以后 你答应我要补助的 没有啦 对 那 现在他们两个不是会多图点 那还有一个第三个 不准在大陆上扩场 对 现在大陆上是最赚钱的场 那你不是灰头突脸 该赚的钱不让你赚 要你赔的事情 把你抓去电挡 难怪那个陆行之 很有名的半导体分析师 讲了已经很客气了 那大家都知道 在整个所有的投资界 把台积电骂翻了 护国神山怎么会掉到这种处境 像人家的养女 我们在台湾一点尊严都没有 所以说来越讲越气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政府要负责 没错 我百分之百同意 是不是 委员刚刚既然提到的南韩总统 李颖席月 他针对这个美国的晶片法案的补助的 不公平的部分 他要求美方重新考量 韩厂对于必须向美方过度揭露营业讯息的关切 预计在美韩自由贸易峰会和美国总统拜登提及 施行细则对业者的冲击 我们呢 我们蔡英文总统当时见了麦卡锡在美国 菜卖会之后的跟媒体的记者会 记者也有问到说 关于台积电的部分 有没有跟美方表达 蔡英文说 我有和他提到台积电 就这样而已 就没啦 什么都没啦 那经济部长王美花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现在台积电不满嘛 跳脚嘛 向美国表达不能接受嘛 这个补助方案 那整个过程看起来 对啊台积电就是被阴了 被摆了一道啊 美国真的假狼告告啊 那王美花居然说 希望不会影响到双方合作 他说美国经济法案 还在法案评估期之内 不止台积电与美方持续沟通 进步也会密切关注相关进度 好那换句话说 一句话 希望不会影响到双方合作 那王 他这语气像不像三七啦 砍高啊 像极了啦 砍高啊 他不是台湾的经济部长 他根本就是美国砍高啊 对 所以网友炸了 网友就说民进党 真的是要掏空台湾 哪来的合作 就美国抢劫台积电啊 波及 其实 美国抢劫台积电是新闻嘛 不是新闻 但是我们的政府 没有保护台积电 这个也不是新闻 但我们很压抑的是说 现在是你知道 美国 因为说说出来是因为刘德英董事长 去讲了他对这个美国的晶片法案的相关的施行的细节 有疑虑 美国马上派人来关心 可是我们政府 不要忘记了 在刘德英董事长讲这段话的同时 我们的蔡总统飞到美洲去了 飞到中美洲访问友邦而且过境 对不对 对过境美国 没错 我们的总统有没有跟麦卡锡说 我们的台积电 请你们在国会多帮我们 这个争取一些权益 有没有 我不知道怎么说 他只是说我有跟他提到台积电 因为那天的记者会我有看 没错 大家都关心这个议题 我们总说有啊 但这不是重点 他说没有谈很多 对啊 他就说没有谈 他说这个我们今天有提到 但是提到的意思是 是美国关心台积电去设厂的进度 还是我们关心 这个你们的晶片法案 对台积电有帮助还是有损害 这个我觉得你没有把细节讲出来 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帮台积电的忙 台积电是中华民国的 护国神山是这个所谓的细盾 是我们的宝 可是现在 我最近都形容 就像八国联军当年 在清朝末年 这个叫割地赔款 现在是要把我们的台积电 分割到各个国家去 先是抢你的单 抢你的订单 抢你的产能 抢你去设厂 最后 我们就被掏空了 这才是 我们没有以美以什么国外 我们在乎的是我们不要怀疑台积电 最重要是不要怀疑台积电 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地位 有或说在整个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地位 有多么重要 可是我们的国家把它当谈判的筹码 却不给他当后盾 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当很多事情 比如选举到了 台积电到哪里设厂 哎呀有政治利益的时候 大家民进党好棒棒 当今天台积电总裁 或是说这个董事长 他们对美国的 这些的金片法案的施行 有一些疑虑的时候 你有见到民进党 有任何一位官员 主动跳出来帮台积电说话 没有 没有啊 都说我们尽量的不要影响 双边的贸易关系什么什么什么 还是把台积电当筹码刊 对 我这才是最悲哀的 哎 这个你知道这个叫有事台积电 哎没事别来烦我 哎 就我政府有事 我才找你台积电来帮忙 哎 你那你没事你不要来烦我 这种态度是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组织应该做的事情吗 虽然台积电 它这个是民间企业啦 形式上是民间企业 但它其实是一个官股 占很重比例的一个民间企业 而且它对我们的 经济整体的国安 都有可能有洞见观瞻的 这个地位的时候 我们国家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地位 来保护它 现在美国 现在德国 现在英国 乃至于日本 这几个国家都在努力 培植自己的半导地产业的同时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台积电被这些国家超越的时候 不会是在近期 台积电现在稳定 有先进的制程 有良好的良率 这都是台积电现在优势 但如果有一天 它的优势被这些国家超越的时候 而且它被分散到许多国家去生产的时候 我们还能拿什么筹码跟别人谈 这才是我们最担忧的 我想今天我觉得我们就只是希望 我们的政府正视台积电的问题 因为台积电其实 像比如说它4月20号法说会 说的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高雄增加弹性或什么 我们先不要进入口水战 但是下一次 它现在还是没有把这个具体的时间表拿出来 下一次 再对它的投资人也好 对这些法人说明的时候 会不会又有变数 因为现在整个国际的半导地产业 是变数非常多的一个市场 那我觉得如果政府不当台积电的后盾的话 台积电真的会有很多的危机会不断的发生 台积电可以说是给足了拜登总统的面子 反而遭到坑杀 我们看到当时宣布亚利桑那投资金额 从120亿美元倍增到400亿美元 产能规模也从每个月的2万片提高到5万片 所以是给足拜登直足的面子 但是因为美国得寸进尺 这个晶片法案的补助细则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资深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就说 我看这个结果就是台积电延后扩产 看谁比较需要 谁才会选择让步 的确大家就在问了 那美国厂扩产会增加变数了吗 这个部分呢 其实台积电财务长黄仁钊 在上个星期四的法说会之后也说 台积电申请晶片法案补助进度 是没有时间表的哦 反倒话风一转 总裁魏哲家当时宣布了高雄的扩产计划 由原本的28奈米成熟制成改为3奈米的先进制成 那是否也意味着未来如果美国厂的补助不如预期的话 将以高雄当成了未来新厂的备案呢 之前说声变 感觉起来没变啊 所以来了报道出来了 这个是ET Today的内幕消息 说高雄市场陈其迈忍酸民闷棍10天啊 很低调 台积电高雄设厂这个案子 鸭子划水达正了 我请教兵哥 事实上我怎么看呢 都是在高雄这件事情上台感觉起来又有一点点 是不是台积电要借力实力也好 将计就计也好 其实跟美国叫板和美国之间的角力 因为没办法嘛 你台积电不自己解决的话 因为我们的政府形同虚设啊 可是回过头来我们看到这篇报道 就是陈其迈感觉起来很巧妙的 把这个东西转化成 转化为是他的功劳 他到底有什么功劳 就是鸭子划水很低调很忍住啦 没有把这个消息曝光啊 他一样就是会来啊 因为是根本没有这个消息啊 哪有在忍啊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消息也不行啊 这样也要把它解释成他的鸭子划水 我觉得这胡说八道 因为没有好消息的时候 陈其迈就不讲话嘛 陈其迈每次讲话就是有好消息的时候嘛 所以他不讲话就是好消息还没发生嘛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个在我看来就是摆明赵神啊 这种报道不用理他 但是台积电 现在假设他们真的是用 我高雄有个厂子啊 台湾你把我准备好啊 你美国不要就算啊 我告诉你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老实讲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瓜吗 美国人不清楚你在干嘛吗 因为第一个啦 高雄那个厂子的问题大了 那个厂子下面都是污染源 一大堆的问题需要解决 然后高雄 请问一下高雄现在缺什么 缺水 然后现在马上又进入缺电 一个又缺水又缺电 厂子下面一大堆问题要搞定 而且台湾西部其实有地层下陷的问题 那个一地震的话 那个整个制程恐怕很多问题会出现 所以高雄是个很好的设厂地点吗 你以为老美真的不知道吗 所以你拿如果要拿这个去跟美国叫板 我认为叫不动 而且更重要就是台积电头已经洗下去 刚才蔡伟已经讲了 他已经在美国花那么多钱了 难道你以为台积电可以凯到跟我们一样 何事直接不要 我们政府可以这么凯啊 4000亿直接就不要了 你以为台积电可以这样做 他的股东愿意做这件事吗 所以他头价已经洗下去了 他们现在谈 当然生意上会用尽各种技巧 他只能努力的去谈 看是不是能够把条件谈得好一点点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问题最悲哀的在哪一点 第一个你有没有注意到 台积电没有要求政府帮他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正常你看三星啊 SK啊 他们都是要韩国政府直接出面 去帮他卧选啊 那为什么我们台积电说 不用我自己来就好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台积电比较霸气 当然不是 他体恤蔡英文太辛苦 不是 我告诉你为什么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政府进来他死得更惨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大家自己都明明清清楚楚看到了 前年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跟我们要资料 台积电正在抗拒 王美华直接讲 你就给他嘛 对交上去 就直接叫他交上去 还帮美国人催促 所以遇到这种怎么办 你看这次又来 王美华说 我们随时密切关注 对 我告诉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知道 他们在演戏 我们搬个板凳 我们来看戏 你只是关注而已 你没打算要帮忙 正常的政府 人家韩国都做给你看 正常的政府是 你要动我的厂商 先问我同不同意 我要帮我的厂商 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的政府是躲在厂商背后 叫厂商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跟他拼啊 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政府现在正在干这种事 那对厂商来讲 这个政府基本上已经死掉了 对台积电来说台积电是个国际孤儿 他没有政府保护他哎 对啊 他只能用自己的力量 去对抗美国这个世界 世界恶霸 就变成这样子啊 而且我说真的啦 讲起来好像是我们政府不负责任 我也必须要帮蔡英文讲几句话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蔡英文也自身难保 因为他现在已经被整个美国当盘子了 世界出名的盘子 为什么最近不是有个消息出来 说波顿可能要来 波顿完之后可能彭斯也要来了 这些人都美其名说 他们要争取共和党 中共候选人 争取你个头啦 但是他们要争取什么 他们要争取台湾的钱 都是很勤快 就是来混啊 他也知道民进党最好这个嘛 那只要他们是美国的名人 只要他来台湾随便讲两句漂亮话 就满坑满驳的就暴走啦 所以台湾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当成凯子了 那全世界都知道台积电背后是个凯子政府 你觉得台积电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跟你讲 接下来你以为只有美国政府会这样做吗 日本呢 日本你觉得对台积电一定很客气吗 未必哦 还有欧洲呢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日本真的很可怜啊 我们的护国神山 结果呢 变成一个亚细亚的孤儿 这都是你蔡英文害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会诠释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